欢迎来到新台湾星光大道 有关于达赖来台湾这件事情 到底会不会影响两岸关系 台办昨天晚上最新的新闻稿是说 达赖赴台势必对两岸关系造成不利的影响 会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这是一个最新的声明 而在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仪式取消 两岸定期航班的起航仪式取消 台办主任王毅在辽宁台湾州的行程取消 听澳的开幕式的规格也有所改变 事实上在这两天 中国大陆的媒体的报道当中 也都相当程度的反对达赖访台的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CCTV的报道 多远台办发言人昨天就达赖抵台活动发表谈话说 民进党策动长期从事分裂活动的达赖赴台湾 是别有用心的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这一立场是明确的也是坚定的 达赖赴台湾势必会对两岸关系造成不利的影响 我们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相关的态度呢 今天国台办的主任助理李亚飞在参加辽宁台湾州的活动当中也说 未来到底会不会对两岸关系发生影响 要持续的关注 我们对这个达赖到台湾去的态度是立场是非常坚定的 这是一贯的 那么这件事情它将要对两岸关系造成影响的 所以我们说要关注后续事态的发展 对后续的协商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我们要所以那个讲的就是我们关注后续事态的发展 后续事态是不是跟马英九见面的 我们要看 后续要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邱总 其实我觉得以目前来看 可能后续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有分两个角度来看 如果说按照美国对台军售的这种方式 那中共方面是给予美国口头的警告 然后美国找一个台阶给中共下 那这个事情就是淡化 那目前大陆方面也是用口头 而且是消极的口头的警告 那如果说像是英国 法国 法国和德国这种跟达赖碰面 然后中共采取实质的制裁的话 其实从某些意义来讲 就会直接损害到两岸关系 而且伤害到台湾利益 我想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看 其实达赖本身 它这个政治性的敏感度 对中共来讲是非常高的 它不可能不处理的 所以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 从这个8月27号马政府批准 这个达赖来之后 我们非常担心的是国民党会有 就是执政党会有一个 估计不足的这个可能 特别是大陆方面的反应 我们可以看到从昨天开始 晚上这个大陆方面 发出的这个声明 显然是经过这个一定的这个程序 它们步调一致 我举个例子来说 8月27号的时候 其实我们那时候所有的 就是说在大陆派遣的记者 都在等这个讯息 到底北京方面会采取什么动作 所有的媒体全部都是一致的 都没有声音 都没有声音 但是当国内办在8月27号 发出声音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 你是说中国大陆的媒体 对就开始 按照新华社发的稿的 国内办的声明来讲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到了昨天开始 大陆一些媒体的批判声音 就开始出来了 那也就是说 北京已经允许他们 对台湾的这个 发表意见 发表意见 而且意见已经定调了 对 我想这个很清楚 所以后续要观察了 包括刚才记者问这个李亚非的 是不是达赖会不会跟马英九见面 现在看起来调子是定 府院党所有的高层都不会见 其实我们现在很重要的是 就是说北京又在听起来 严观其行 就是说看达赖这几天 在台湾的动作 然后看执政党是采举什么 甚至台湾的民进党 是采举什么动作 因为这也影响到 北京在达赖走之后 怎么跟国民党发展关系 跟民党发展关系 我想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不过时候刚才讲到 现在又在处于一个 听起来严观其行的阶段 那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的马政府 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霍大哥 我上个礼拜做个比喻 也其实不是那么恰当 但是只是作为形容 就说陈菊等于丢血滴纸 往那个马英九丢过去 但马英九就散过去 一散 就这个血滴纸 又打回来陈菊这里 所以陈菊他也知道事态严重 这事态严重 不仅触入了北京当局 而且是内部 你看内部 你看今天民进党 党中央生命票 内部也安抚 因为毕竟民进党 是一个选票考量 他这时候 我内部最重要 再次考两岸关系 所以这东西已经变成两岸 跟内部都发生非常多的复杂性 其实超过我们的想象 已经直变了 你看 这有点像心流感的变化 不断变化 后来各种抗要性 可能都没有了 我也做比如说 就像火龙 你如果拿一根这一根 要刺这个火龙 刺到你喷火 现在他已经在冒烟了 也未必喷火 所以我特别引用谢淑莉的例子 谢淑莉在几个月前来台湾演讲 他分析中国的形势 北京当时在处理 他后发源 你看处理新疆西藏 一定是铁丸 他说一定重锤打下去 好不熟然 但处理他前发源的 像台湾 日本 你看王毅在驻治大使任内 就极尽 很善尽处理 所以他还出任国台办 那很显然的 福西涛过去对日本对台湾这个做法 这一次 民进党是用 继续用这个 延续陈水扁的方式 应该说陈菊 拿那个针 再刺你火龙鼻子 再刺看看 这方法没有变 那马英九 看来是来个 对北京来说是回马枪 突然你也丢给我 我措手不及 我对你 你看你去年7月4号直安包机 你该给什么都吞下去 什么都给你的 陈寧来被替努 我也都吞下去了 就他这一次 我说嘛 这跟鱼骨头要不要吞下去 我是觉得看这个生命 看二度生命拜扇的时候 这一起 可能这一次不吞 要干吧出来 现在还卡在那里 还没决定要不要吞下去 说话就要说 我刚刚为什么说 第一轮讲话说 我们大家集体发挥 这是大家的事情 不是哪一党 或哪个教派 这是大家的事情 这是我们团队集体国家利益 大家生活环境的事 就是一定要用一种共识 这牵涉到国家利益问题 尊严问题 牵涉两岸稳定问题 所以我只能这样说 大家一定要高度克制的理性 成熟务实来面对 所以国民党服务 无计所不见面 我认为是对的 因为之前我也主张要见面 但我也不要见面 因为大局着想 第二点是记者会取消 按照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 有什么不能开记者会 但是为了避免刺激 大局而重 我认为如果府院不见 五局都不见 记者会不见 民进党如果高 我看这次民进党高度约束 我不认为 这个民进党跟陈旭在演双簧 黑白脸 我看这次蒙在鼓里 这次很显然 蔡英文真的不知道 你从洪志坑的讲话 看出来了吗 他主导性很强 就是在抢credit 这不像黑白脸的样子 所以这时候我们只能这样说 就是说谢鼠立所说的 我们现在是把 中国后花园的西藏问题 已经带到我们的前花园 修起来都在修了 因为我们目前是有莫拉克 还有新流感 再加上一个 达来一个政治风暴 三台效应 我们是旁观者 我们不希望台湾为止 政局更动摇 那些人来买搬起 我也不希望如此 有人也许希望 王国 王军都写出来 对不对 我看中文有人写 王国之军 但是这时候 我们还是做媒体大举为重 怎么处理好 我刚刚说过 怎么样是对台湾最好 对 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 我刚刚特别 为什么强调 很少引用 因为只有很小的新闻 美国国务院说 不影响台湾关系 也许我是新藏人的话 大家有个共识 在不影响南岸关系上 北京一定会出手 不出手 他民族主义 这个头就 这假的嘛 这个招牌就假的 他现在只靠 他已经没马克思主义 他只靠民族主义这支白鸭 所以他一定会处理 但是正如禅宗说的 当头磅喝 有磅有喝 磅是打下去 喝是化解的好 我们需要说 好 给你喝 给你喝 但是不要磅 你当头磅 磅是打下去 喝一下化解的好 喝一下但是不要磅 可以 大家想办法 就是你的互动 所以我说 引用老实话 以小事大于智 靠智慧 比如说有时候 我们出入 家里老人家 对不对 你这样好 你想到 说说 家里的欧巴桑就 毁去也消去 道理一样 因为我面对的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形式 这个形式不是当外面说 我不要跟你抢 我就是要 拿这个针让你火龙 鼻子喷火 我才高兴 我看 这不合台湾国家的意义 所以我们只能说 大家维护国家的意尊严 这要维护 还有两样关系 这个是一种 很微妙的动态平衡 继续努力 请神荣誉送神难 大家 这个最快来是 怎么让达赖将 送神把他送走 顺顺利益送走 把他定位成 大家一起来帮帮他 他也会自我约束的 他我刚刚说过了 他的记者会 已经在昨天高铁车站开完了 他已经讲完了 他以后 只是在做他的铺陈 但达赖他的想法 他只要来台湾达政 touch down 他筹码大增 有吗 左位没有 我看不到 对那我当然没有 左位没有呢 他引起那么大的争论 对一个在全球华里面 他不管 哪怕争论很大 还是筹码 当然是有筹码 对不对 他魁梧舞台 怎么会没有呢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 他有他的想法 但是我们自己 我们有国家利益想法 大家站在国家利益立场 相忍 忍耐一下 那种太情绪的攻击 我是不但 忍一忍四天就过去了 我认为在两岸关系 到目前为止 中共是得到很大的利益 特别是他们发表一些不满 委屈 或者是一部分的生气 我觉得是更是加深他们的得力 怎么说呢 第一个就是说 达赖要来这件事情 如果马云九事情有跟中共造会 那就表示他们关系很好 那给他一个favor 那台湾欠他 马云九欠他一个请 如果没有跟中共造会 那中共就第一个更看清楚说 原来你这个家是这样子 常常讲说 不要寄望台湾的政客 他总算行 他更知道这台湾的政客 他以后更懂得去说 那即使这样子 马云九一直得逞 事后他们也派人去 国民党也派人去 总要有个交代 所以今天是变成是 国民党 执政党欠中共的情 他说看后面变化 一直说看你怎么还我 那意思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还得不够的时候 公开还还是私下还 你总是欠人家 所以就某种程度 他在这个地方他得利 第二个对台湾老百姓来讲 我们当然是对中国 有一些意见 但是至少不管怎么样 这次我们受灾 人家表现上道 捐了四十多亿 然后这个也别多 结果敢献一下 我们也是上道了 我们总觉得 好像对有点对不起别人 这一点 台湾老百姓 如果中共不表现过分的时候 觉得说哎呀 那我们失败 对两个不去 这个是对他是有利的 第三就是说 陈局这个民进党 这一次在整个达赖这个事件里面 心机过重 适得其反 在政治上是受伤的 这个对于他们要 这个打压台独 这等于是间接 又收割了一个东西 但是要送话 好像挨挨挨 实际上是好的 达赖 在台湾本来形象是非常非常高的 几乎都是正面的 这一次到目前为止 我因为觉得他法力无边 总是给他留空间 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他是扣分的 很多人对他就很有意见 所以就折损了达赖 就跟来乱的嘛 到目前为止没有正面作用 我刚为什么有意见 就是说救灾这么忙乱 你如果来真的有发挥正面的作用 真的让政客洗心革面 我觉得有作用 没有啊 大家这么忙乱的时候 现在让大家更忙更乱 到目前为止 台湾老百姓 那因为宗教嘛 总是给他 但是心里的感觉 对他不是太好印象 对达赖是扣分的 这几个加起来 对中共是加正面的嘛 到目前为止 两岸关系他们是赚的 所以你认为最有利的是中共 我一回应 我认为蔡英文事情是知道的 但是知道到陈旗开机的招待会时间 是很短的 他说几个小时啊 大概很短 为什么要搞得那么短 我觉得他们这些发动的会盘算 他怕太早给他知道 消息走漏 对啊 他怕太早给他知道 他也许阻扰打消了他们的动作 也许这个光彩就要跟党中央分享 所以我觉得这个考量 我觉得是合理的 我也同意春旗老师说 这段事情过了以后 事过清千以后 马英九多多少少欠老公一个情 对不对 老公没有很 非常的狠 手下留情 然后高高举起 轻轻打下 是欠他一个情 没有错 但是呢 这个算老公得到很大的好处吗 如果得到很大的好处 你不要这样气急败坏啊 我跟你讲 当然要贼也要贼也要贼 所以你也同意那是贼 那马英九呢 有没有赢 马英九赢很多 蛮久从此一段时间的 他赢在哪里 他洗刷了洗刷了 包括中间选民 包括浅然认为他是软脚虾 他是儿皇帝 他起码浮出来一条底线 这条底线以前他怎么讲 人家都不相信 现在终于说你看 你们都猜我不会这样打来来 你看他来了啊 我觉得这个赢的地方 比欠老公一个情侣要多得多 还是有赚 对 然后我们有一个观众 他听不懂我讲的话 他说达赖到目前为止 他的动作 他的行动 是纯宗教的啊 我同意 除了那一点点说什么 台湾的国防啊 国防纪要跟老公为之观 那不是宗教啊 他也讲了 好啦 就算通通是宗教的 我们讲的不是他来了以后 下了飞机以后 他的动作 我们是说达赖来访的这个事件 你看国民党五个大人物 都不敢碰他 这不是政治事件吗 当然是 记者招待不敢开 这不是政治事件吗 当然是啊 我们这位观众 他没有看清楚 那至于老公那个 第二 尤其是第二个声明 国台办那个声明 昨天的 对 他其实只点到人 就达赖这个人 是搞独立的 是搞独立的 是搞分裂国土的 所以他不可以去 我不许他去的地方 他并没有点到 达赖去了以后 做什么东西 他完全文章都没有 所以他还要观察 就是达赖来的做什么 就是刚才李亚非说的 对 但是以他 以现在老公的态度啊 他即使来是纯宗教的 你也不能去 因为你去 代表一个意义 代表一个意义 但是我觉得 老公这个态度不好 这个态度 没有伸缩性 那如果说达赖来 达赖以后 通通没有政治性 然后像中心讲的 顺书这样回去 难道从此 达赖不许再踏上台湾一步吗 所以我觉得 老公有的时候 他的那个政策 有一点太僵了 这么僵也不好啊 我觉得 适度的伸缩是可以的 还是胡锦涛 也有他内部的压力啊 那当然 马一九要解决 他内部的难题 胡锦涛也有 他内部的问题要解决 我同意啊 我同意 每一个政策 都在解决 他自己的问题 但是最后的决定因素 是台湾人民共同的感受 跟意愿最重要 接了很多扣议 台湾人民集体的感受 那是各自解读 台湾人民有很多种 不同的感受 我说各自解读 我说多数集体嘛 胡锦润 是这么评价马一九说 平安无能软弱 那我不晓得 中心兄经过这次达赖 目前为止他们改变 我是没有改变啦 我认为他是个虚伪的人 这个当然请错宗兄 两岸的专家解释一下 我们这次风灾 第一阶段 国安会的苏起 他是接受中国人道救助的 陆委会第一时间出来讲 所以为什么他们会去追那个 外交部那个公文 你感觉接受中国的啊 美国日本你都拒绝啊 所以绿营才会去打 后来公文才会跑出来 第二阶段啊 开始自由时报讲说 哦 我们这个组合物有假权 哦 那米26还是不要来好了 可是美军的直升机是来了 也走了 来了又走了 中国那是有公开的讲法 美军直升机来 如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军直升机怎么可以来 他有讲话吗 中国没讲话 这个是人道救助他就闭嘴啦 可是最后说 哦那达赖可以来 马政府说那达赖来好了 你看前面 只接受中国 然后美日说不要 后来被骂了嘛 后来每日被骂 公文也曝光啦 结果说哦 那美军直升机来了 他最后就说答案 你说你说 你这样见户 我不要讲他软脚虾啦 这个政府会不会很怪 才一个风灾不到一个月时间 你变来变去 你说变来变去 难怪中国觉得感情很受创 说你到底是怎样 我要派人来 帮你借直升机 送你组合物 你又想扫兽 我现在到底是怎样 那我穿战的时候 你们要什么救助队什么的都来了 那我现在说我要派人过去 你们不准来 你们很像匪谍 你们不准来 人家当然看得很奇怪啦 这个是昨天的法会 这个大家都知道吴伯雄 王金平这个人 大家比较少见 这是总统府的副秘书长高朗 总统府派人去 派人去参加谁的法会 杨秋心办的高雄县办的法会 好问题来了 我也不讲什么高深的学问 朱立伦跟胡志强如果 邀请一个重要的人物来 然后吴伯雄跟马英九都不知道 现在是怎样 现在是叶尔青效应 你现在又要说来蔡英文就对了 这个很简单的嘛 你说他不知道吗 你说蔡英文不晓得 那你今天这个法会 我先讲这个法会 这个法会 总统府派人去的 可是 达赖的法会总统府不去 就你刚刚讲 五巨头都不见 都不见 通通不见 那这样可以吗 我简单讲说 高朗跟詹春博 詹春博关台比较大 是 这个是刘思邦讲的 上礼拜讲的 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吗 所以蔡英文知不知道 蔡英文是知道的 而我认为他不是前面几个小时知道 8月23号民进党在高雄开 在哪里开 就在打赖下他那个地方开 联坛会馆开 你们开了什么会 好那我我我我 我简单很多 那杨秋心 你不是说都是南部七线市吗 有没有杨秋心 你叫杨秋心出来讲啊 你叫杨秋心出来讲 我就我就改口 我就道歉 就证明我的研判是出来的 你就杨秋心讲说 我非常希望达赖来 他就没有 他已经讲说他都不知道 可是我昨天还是要办一个保护 所以嘛 所以矛盾就出来了啊 还要有人帮蔡英文讲话吗 还要帮民进党遮掩吗 你民进党你就是叫陈族出来 你买的后面在那里嘟嘟嘟嘟 这就是民进党的真面目啊 再装啊 你叫杨秋心出来讲啊 七线市不包括高雄线 高雄线这次这么严重 高雄线杨秋心是大部分的啊 那都没说话说 所以陈菊跟蔡英文 你们可以继续的虚伪下去 我看不起你们这些人 你们到现在还在拿消费灾民啊 我如如如 他有钱还没关系啊 我跟他会自然的相遇 不要再来这一套了啦 够恶心了啦 所以他们应该要跟 石之鱼投书写的 最后要有一个 最80度的大转变 不过呢 就是刚才辉文有提到的 就是说 中国大陆的人会怎么感受这一次 打来来这个事件 那个心情上面的感受 今天陈长文呢 这个红十字会的会长 这个马总统的好朋友 有一篇投书哦 他说呢 我们虽然欢迎达赖祈福 但是也应该要肯定 大陆这一次震灾中的送暖哦 那里头当然也写到了一段哦 就是说他认为这一次整个事件 该怎么样子看待 当然对于马总统的确是 批准达赖来的这个人 但是他从法律的观点去看呢 以我国现行的法律 准达赖来 算是一个行政裁量的结果 就是很正常的行政程序上 你没有理由阻挡达赖来 这可能跟我们的法律 是有点点不符合的 所以呢 把它当成政治裁量来看 不要当成是马总统的政治考虑哦 那另外一部分呢 他也提醒达赖说达赖在台湾呢 如果有任何政治性的言行的话 不但是施理也是违法的 因为准许他来是这个宗教的活动 对于外籍人士的规定 可能我们的法律比较严格一点点 另外他最后呢 是提醒大家站在同理心的角度 去思考中国大陆的立场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有很多人对于中国大陆 在水灾中援助台湾的态度是失礼的 就是刚才惠文所说的 组合物是不是有假权啊 飞机不准来啊 组合物的技术人员也不准来 然后他说呢 目前大陆各界募局的捐款物资 大概是累计40亿 这是中共建政60年来最大规模的圆外行动 是历来世界各国对台湾天灾援助的最多的国家 如果对于达赖来台为灾民祈福欢迎的话 那么更应该对大陆展开即时关怀 对灾民提供实质援助的作为表示 是有种感谢哦 这个是陈长文的意见 陈长文是马总统的好朋友 所以这是不是也代表 马总统在这个事件上面 对整个达赖来台湾事件的一个定调 陈长文讲这个其实也是废话 坦白说 我认为他也是废话 达赖要来的话 马英九要不让他来后果会很严重 他只有一条路 马英九也没有说高明到什么地步 他借力使力嘛 准他来 那除了这个以外还能 这两条路啊准或不准 那准他来就进来了嘛 那陈长文讲说 我们要感激大陆对我们的温暖 旧在温暖 我们有人不感激吗 每一个都很感激大陆对我们的援助啊 就跟以前他川镇的时候 四川大地震 我们这样援助他们 他们也很感激啊 不是吗 没有人不感激啊 到目前为止没有人不感激 所以我觉得他是会话 那达赖来来 赖来来到目前为止有政治性要做吗 他说有些人啊 他说有些人对于大陆援助的态度是失礼的 不能讲有些人 台湾到处都有些人啊 总统啊 去哪里都有人呛声 赖来来去哪里也有人呛声 你前年来也有人呛声 贪民主多元的社会嘛 有多数有少数 那少数人说大陆的大陆主活物有甲醇的毒 就代表台湾人都 复认大陆对我们的这种援助吗 不会的 就算大陆现在慢慢民主化以后 他也不是一言堂啊 难道大陆的网站里面 达赖来来就没有人呛声了 通通一片团队吗 也不是嘛 整个社会在转变 所以大家如果往好的方面看的话 他是可以转换的 很多事可以转换 很简单嘛 达赖来到目前为止 他没有政治操作 来起伏 对台湾难道不好吗 我们一定要把达赖认为说 是那些想利用达赖的人不好 不是达赖到目前为止哪里不好 没有不好 那中共有必要是因此而就 火定了台湾人民跟大陆人民的善意 你假如因此 因为达赖来 你就要给台湾人民做不利的这种 这种惩罚性的这种动作的话 你伤了台湾人民的心 对你大陆有利吗 政治人物 你要站在你的高度 来看这个问题 但是胡锦涛快要开四中全会了 其实我想这边 你看到今天 大陆的组合物的最后一批 现在在深圳港送到台湾 其实对大陆的民众来讲 以汉族为主的民众占百分之九十几 达赖在大陆的民众的心中 他的有没有支持度 大陆民众怎么去看达赖这个人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 其实陈昌文这篇文章很重要的 我们有时候要异地去想 不管今天 同比心 对 要异地去想 你要想一下 就是说 现在我们真正应该关键的是 发展两岸关系 而且发展稳定良好的两岸关系 其实才是我们一个核心利益 我想这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现在对于大陆的民众来讲 算是伤很大这一次 以汉族为主 真的伤很大 我想这是非常明确的 但他们听得懂吗 我想其实对 伤很大 对 因为对大陆民众来说 这个我想他们可能会直接的感受到是 你台湾是倒打一把 他可能不会 因为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逻辑 对他们来讲 他不会去深刻地分析到台湾政治形势是怎么样 他不会去想到这有机 他也不会说马英九要 要帮马英九找怎么样 马英九受到民进党这边的压迫 他必须要做这样的决定 他不会 他直接的感觉 就是台湾对于他倒打一把 所以这个对大陆民众来讲伤害很大 北京的目前的这个执政当局 是不可能不做处理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 他也有他的民意压力 我同意后终讲的话 因为大陆对宗教的观念是落伍的 真的是是落后的 他现在搞不清楚 宗教很多东西 他是没有办法压制的 所以他很多是压制宗教的做法 在全世界宣定国家的看法 他是落伍的 就很早期的时候 我们现在所写 我们在跑新闻的时候 写一贯道 那是鸭蛋教 神秘教 那是邪教 一贯道 我早期跑新闻的时候 你把达赖比成一贯道 不是 早期的时候 他后来慢慢懂了以后 一贯道现在一贯道多么大的势力 一贯道道清 张荣华也是一贯道 早期他们一贯道是秘密集会的 大陆我相信 他对宗教的观念慢慢会改 但是目前的状况下 他有内部反对的力量 那这就是看大陆的政治人物的智慧 他怎么样去克服 刚这个义勇兄说 陈昌文写这篇废话 我有两点提出来 这个辅助义勇兄的看法 第四行 这个 第四段 第四大牌 他说陈昌文写说 如果达赖有任何政治性的言行 不但施理也是违法的 我要请问这位哈佛的法学博士陈昌文 是违什么法 我不太懂 如果有任何政治言行 达赖为什么法 你要把达赖关起来吗 第二个他又讲说 驱逐出境 能吗 第二个他说 能吗 你凭什么反正 有政治性言行就驱逐出境 所有外国人都这样子吗 外国人不能来助选啊 他没有助选 他让我助选 不能有政治性言行吗 那之前拿那个什么 雪山国国旗 四字国国旗也怎么办 第二个 他说达赖来不来 是依法行政的结果 是说谎 基本的意思是达赖下个月 还能再来 依法行政 见不见是政治考量啊 见不见政治考量 这个我同意啊 来不来是依法行政 那去年为什么不能来 所以 翼翁兄那两个字 形容这篇文章非常恰当 就是废话 好赶快把它收起来 我们先接一下观众电话